其實今天未來的國會是戰鬥國會 但是我們也要保持好自己的放送能力 所以今天先來把身體練好 那接下來我們身體練好以外 也要考慮出跑道理 所以很多人 好讓大家可以一起來進行 未來要推動中大法 跟中大的改變 那畢竟之前朝野攻防都很激烈 甚至有這個國務大法 就國務地上都撞過了 那出現了大陸 那現在這個身為學姐前輩要不要來分散一下 有沒有什麼未來官方的看法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這一屆新的 會不會跟過去前兩屆的狀況不一樣 因為現在是三黨過半的狀況 所以可以想見說 第四屆會一定是更多激烈的 可能會有更多激烈的討論 我覺得就是把這些就是防身的功能練好 在生活中也蠻實用的 那我覺得接下來在立法院 確實會有很多激烈攻防的機會 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理性的討論之下 然後找出共識 我覺得 這是我對這一屆立法院最大的期待 就是雖然三黨不過半 大家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找出有共識的一點 那我覺得台灣的未來才會更有希望